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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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嘉宾漫步在中兴村 我们也随之能看见秀美的乡村图景 玉音小河 平台公车 特色民居 露水倒碎等等 自然的生态之美展现的淋漓尽致 面对当地居民以朝鲜族勤鼓的形式欢迎时 嘉宾们也是马上和阿姨们一起欢歌载舞 金镜一边跳舞 一边兴奋帮阿姨敲打着琴鼓 王子义被阿姨们环绕着十分愉悦的原地跳舞 宝藏团去到中兴村的丰收集市后 我们也能切身感受到当地特色的民俗风情 大家穿着朝鲜特色服饰 分享着当地美食 如用木米做成的朝鲜族米椒 沙虎大米 韩式泡菜等等 居民们热情吆喝也感染着你我 一眼望不见尽头的稻田风光也让人沉醉不已 云者云书 清风浮面 我们跟随嘉宾在自然风光中感受纯粹的美好 寻找一份内心的宁静 在中兴村集市完成任务后 嘉宾们也化身为丰收达人 和大自然来了一次亲密 贴贴 以月云棚为首 众人一起下田体验了一把收割稻米的滋味 同时也见证了国家农业机械化的成果 节目组安排的这个环节 特别让全姐动容 都知道稻米是无骨之手 是大自然的恩赐 也凝结着无数劳动人民的心情 历历皆辛苦 我们通过劳作感知波众的艰辛 丰收的喜悦 也深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第二极限挑战宝藏行三中 嘉宾只是观众的眼睛 素人才是节目真正想要传递的 精神宝藏 体验完中兴村的风土人情后 嘉宾们来到了宝藏地东北虎林园 这是中国最大的人工饲养 和繁育东北虎的基地 嘉宾们不仅被三个月内大的 小老虎幼崽 龙化 还去到了蒙虎区四位 也在夜间观察了东北虎的生活特征 一整个形成下来 通过亲身体验和询问交流 也让观众深入了解了 东北虎林园对东北虎群 以及自然生态的保护力度 东北虎林园不仅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 还有效组织的东北虎野化训练 针对赞养 圈养等老虎 划分了不同生活的区域 真正做到了分门别类 此外 国家还专门为野生动物们建立了一个生态廊道 急供野生动物使用的植被走廊 主要帮助野生动物们在繁育迁徙中 有一个健康安全的交流渠道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之所以重现虎啸山林 暴走青山的美好景象 离不开背后默默复出的工作人员 比如东北虎林园园长王志国 坚守岗位30多年 甚至还经历过生死危险 1995年 王志国园长在往别远转运老虎的途中发生意外 被老虎一口咬穿了左手胳膊 在医院治疗近两个月 面对家人因为担忧而产生的不理解 他自始至终也未动摇过保护东北虎种群的信念 因为一份对老虎的热爱 对工作产生的深厚情感 以及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 比如被大家称为明星虎妈的饲养员们 背后也有不为外人道的心酸不易 照顾幼虎的工作并不轻松 晚上根本睡不了几个踏实觉 小老虎们身体和情绪也容易产生问题 饲养员们是真正在把小老虎 当成自己的孩子在照顾 事无巨细责任感特别强 并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 据了解 最先东北虎林园只有8只老虎 经过二三十年的科学繁育 目前园林已经有了一千多只的东北虎 成功将濒临灭绝的东北虎种群传承了下来 虽然经过多年如一日的悉心照顾 但将东北虎圈养并非养虎人的目的 他们最终的愿望是希望能够放股归山 让东北虎们回归生机勃勃 天地广阔的大自然 以此来平衡自然的生态多养性 除了园长和饲养员的辛勤付出之外 还有讲解员 兽医等等工作人员 他们为了打造千虎之源 保护生态文明都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 无论是出于纯粹的热爱 亦或者专业能力 责任使命等 总归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才能让后辈们有机会 看见真正的东北虎 以及绿色圆生态的自然之美 迎三市面上的综艺节目五花八门 有使劲玩噱头的 也有死磕情怀 极限挑战宝藏型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它虽是综艺的框架 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